而随着原住民保留地增花边作业的常态化 浙西乡公所就接获了清水部落布农族一席段市族 申请巴通关大分布农族主居地 主张为家族的原宝地 而为了维护也尊重布农族市族的土地权 乡长田桂花林业鼠花林分属以及族人等共11人 今天是从瓦拉米登山口入山 预计花费7天的时间到达巴通关大分一席段 主居地来现场会刊 一早短暂大雷雨过后 卓西乡公所拔通关大分布农族主居地 增花边原宝地会宽团队 依照布农族传统记忆向祖林宣告此行目的 也祈求祖林天神庇佑平安顺利 过程简单数目 天主的启示把他带回来 要当作我们将来我们在引导我们上面所有 或是在原生路程当中 所得原住民保留地增花边作业的常态化 卓西乡清水部落布农族 一席段氏族主张巴通关大分主居地的土地权 向乡公所申请原保地 而为了维护也尊重布农族氏族土地权 由乡长田桂花率领乡公所农业客业办人员 林业署花联分署等一行 民共11人今天一早从巴通关古道东段瓦拉米登山口入山 准备前往清水族人所申请的大分原保地现场会刊 这一次我们的林业署他们支持让我们这次的行动可以成行 总共11位人员到我们一时里段的那个大分土地确实去会刊 当然这个是几年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成行 对桂花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必须要亲自来去看这些祖先他们一流的土地的那个部分 也给予我们真正要争取这个一时里段的这些家族的人 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跟安慰 此行除了乡长田桂花 乡公所农业客园林业署花联分署之外 本台记者高双双也随对采访记录 原保地会刊团队预计7天抵达大分布农组组居地线刊 由于涉及林业署、预管处以及南投花联县市乡镇工产机关 以及原保地申办法规条件等问题 是否可以如预期的申办成功 大家都在看 记者11月蓝、卓西采访报道